李登輝從小就很愛讀書 從百科全書 歌德的福士德 到愛情小說 什麼類型的書都看 就連送給曾文慧的情人節禮物 還是書 兩人碰面就談讀後心得 曾文慧在虎口的總統 這本書裡面提到 他和李登輝結婚之後 才開始談戀愛 183公分的高挑身材 加上突出的下巴 後道是李登輝的招牌特色 1923年出生的他 是日治時期淡水俊三支莊的人 其實總統的血統是客家人 但是他爸爸那一代 已經都不說客家話 他們都直接說 所謂的台語或者是福老話 所以他們是所謂的福老客 李登輝自小家庭環境優渥 祖父理財生是保證 還在三支開雜貨店 父親李金龍當過警察 也在農會上班 而母親江景 對李登輝特別吶愛 他對一般 大家很親密 我那幾年在讀書的時候 我便當時都怕他來找他 他的構成一般對大家很好 要說年少的李登輝 那得用文青來形容 自小愛閱讀 而且什麼都看 從哥德的福士德 到魯迅的阿Q正傳 甚至李登輝自述 自己的姓啟蒙也是來自書本 他也很喜歡看愛情小說 而且他說他很早就看百科全數 所以他講說我對男女的關係呢 跟對性方面這些東西 其實我懂這些東西的時間 比你們還要來得再早一點 或許是啟蒙得早 當同學都在談戀愛時 李登輝卻對兒女私情沒什麼興趣 反而更專注念書 淡水工學校他已第二名畢業 卻沒想到中學考試兩次落榜 後來才插班考進私立淡水中學 常到錯伴的李登輝 每天都去掃廁所 每次淡水中學的時候 每次去掃便宋 大家不喜歡做的事 我就開始掃便宋 七方 七年自己煮了 那因為當時學校他晚上有燈火的管制 所以他就躲到廁所那個地方去念書 然後射箭經過的時候 他就會很敷衍的把射箭就是都吹走了 然後到後來射箭發現 學校發現這樣的似乎不行 所以就好吧 那你們晚上如果要念書的話 我就另外開一個房間讓大家念書 是他等於某些狀況 也算是改變了淡水中學校晚上念書的生態 洗心革面的努力有了成效 中學原本要念五年 李登輝四年級時就跳級 報考台北高等學校 高等學校那個時候日治時代 跟大學的學生的人數差不多 所以你進入了高等學校 高等學校就相當於大學的義科班 當時的高等學校主要是給日本人讀的 台灣人極少 李登輝是當時淡水中學開校以來 唯一考上的學生 但才念了兩年就爆發太平洋戰爭 因為戰爭高等學校提早讓學生畢業 1943年 李登輝到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想要繼續升學 只是南洋戰士緊急 他也因此被抓去當兵 李登輝輾輾回到台灣部隊 也在這個時候 他和在高雄左雲當海軍的哥哥 李登輝久違的碰面了 然而這也是他們人生最後一次相見 1945年 李登輝戰死菲律賓 我們老伯也不相信說他是戰士 他也說我們大學要留下 那一陣子我回來的時候 他沒有跟我說去 說去我們大學 有看到在網站外面的我們大學 我們大學在外面 整身屋都飛了 然後騎在那裡就說這個 我才開始說 這樣是沒有希望 但是我還要知道 究竟啊 究竟啊 那不可以靈魂的這樣回來了 所以我呢 齁 差不多幾個月 日本回來了的時候 晚上都沒有睡 但是說真的會回來了 李登輝死後 供奉在日本晉果神社 但面對他大哥的死亡 全家人都陷入低潮 死亡以後呢 他的大嫂 他就兩兄弟了 改嫁了 改嫁以後呢 他就要父親全家 照顧父母 還要照顧他哥哥留下來的男女 一男一女 他都對他們非常好 都那個時候經濟情況不是很好 他一樣 像自己的兒子一樣 培養他的哲哲哩 念大學 1946年日本戰敗後 李登輝到台大農經系 繼續完成他的學業 但沒多久 二二八事件爆發 李登輝也受到牽連 在二二八事件的時候 他是台大的學生領袖 那一陣子他是躲起來的 是要被抓拿的對象 他如果那一陣子 不躲過的話 一定是被槍斃的 因為二二八事件裡 都會參與共產黨相關組織 新民主同事會 希望改革獨裁政府 其實我覺得那個比較像是 朋友之間的社團性的組織 當時的知識界裡面其實偏左的 知識界左傾的方向是比較明顯的 因為那個是比較站在人民的角度去思考一些 如何解放階級不平等的狀況 然而李登輝認識後卻發現 中國共產主義做法沒有人性 隨即退出 他轉而把心力投入農業經濟上 畢業後 李登輝在台大擔任助教 同時迎娶相親認識的 同鄉千金大小姐曾文慧 當年李登輝寫給他的情書 署名山頂人 送的禮物不是浪漫鮮花、巧克力 而是少年維特的煩惱 胡適德等書 他們在父子輩的那一代 其實雙方就有 就有熟識 所以後來是透過介紹然後認識的 那講財產的話 其實總統的家庭算是不錯的了 但是夫人的家庭 他們的財產是更多的 那個土地的甲的話是用百來計算的 總統說他們家是用石來計算的 所以那財富差很多 千金大小姐嫁給了大學住教 新房還是台大教職員宿舍 婚後生活過得辛苦但便手知足 而後一子兩女相繼出生 1952年 李登輝更獲得獎學金到美國進修 最終拿到康南爾農經博士學位 然而順遂人生在1969年清晨 被一連串的敲門聲給打亂 警總上門抓人 李登輝一個禮拜無聲無息 李登輝歷經了白色恐怖 當天晚上回到家裡 經過長時間的疲勞問訊之後 一進門 曾文輝就搬他的手指頭檢查 看看有沒有被刑求 1970年代台灣掀起本土意識風潮 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順利潮流 開啟崔台青的政策重用青年人 李登輝就被蔣經國看重 為了攬他入閣 讓警總訊問清查他的人生過往 果真1972年49歲的李登輝 被時任的行政院長蔣經國找入閣 成為最年輕的政務委員 六年後再派他擔任台北市市長 台灣省主席等重要位置 然而就在關頭順遂之際 李登輝的兒子李憲文 因為B&I故事了 黃大洲他曾經在 接受我訪問的時候曾經描述過 當時李登輝為了擔心李憲文 躺在那冰冷的停屍台上 然後他就雙手捧起他的遺體 一步一步走向太平間去 那他看到他這種父親的背影 看到李登輝的身影 他是印象相當深刻的 李登輝經歷人生最痛 卻沒有因此消沉 把對兒子的愛 投入對人民的照顧 為台灣樹立民主典範 成為人們口中永遠的阿輝被案